OK 来看一下小孩 这边是7比5 左边中国 右边韩国 陶级金是小孩 K大师是韩国Lisha 因为Lisha三次空枪在关键局三次空枪害了他 是不是 但是没有办法 比赛就是比赛 临场发挥不好 估计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规模的线下赛 大赛 经验还是有点欠缺 是吧 看到那么多人可能是收抖了害羞了 紧张了 来看现在对局来的小孩 陶级金正在压制Lisha的K大师 只是Lisha的K大师这里抓到这个男的一个破绽 一个热动超杀追的打完之后 小孩的陶级金取量也不差收割了300多 确凡来不及 小孩还在跟地方撤骨 撕扯 还有对回去撤取量 要用ES传播吗 ES传播跳你打跳 确凡 ES白月斩你发现没有是无责任的朋友们 跟那个小蜜蜂是异曲同工 在这个距离下 除非在板边是被缺乏的 这个距离下是没有办法缺乏的 而且他可以 空中啊 白月斩 好 这个烟的空砂 陈达打了一个 哦 堵了一下 小头 血量还有一白血啊 压力下 雷尸了判定 哎呦 这刚说你 这里又堵了一个阵楼 这个巴基要被桥欠缓 哎呦 这个 这个 失误失误了 这个切羊没没没没 举起来啊 回血啊 这里 对面 金亚帆 手上的 血量 还有这么多 不到600啊 半关 血液上了 面对科隆 两极科隆 一打起12个小切 哎呦 哎呦 靠 呦 被地方干掉 哎呦 啊 哎呦 我们要 入って了 blacks 我们要我說你 你 Central